欢迎收看我的熊老师 陪你教书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要来介绍这个指数函数的图形 那对于指数函数的图形 我们不需要一点一点的 一定要描得很准的把它整个画起来 那这个我们只需要掌握到它的几个特色 什么特色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指数函数图形是1对1的函数 也就是说一个x对上去只有一个y 一个y对过来也有一个只有一个x 所以它不会绕u型 它一个y只有一个x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要注意 这边会见真 可是它不能弯进来 那第二点就是这个指数函数图形 它会横正 因为我们的底数是不能放负的 假如写成那个函数形式的话 那a一定要正的情况下 a的x次就算x是负的 它也只是开了 它也是取了导数而已 对不对 那还是正的 所以函数图形跟x会没有焦点 甚至它会在这边 会渐进于这个x走 也就是它会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 可是始终不会碰到 当然也不会往上翘 它会越来越来越靠近x走 可是始终不会碰到 这样子 再来呢 这个函数图形 在底数大于1的时候 会是一个递增函数 也就是从左边到右边 会一直往上爬 只要β大于α 那f of beta 就会大于f of alpha 它是一个严格的 递增函数 那怎么样叫做不严格呢 不严格就是说 它在中间曾经出现过一段 水平的过程 它不递减 但是它有可能维持一点点的水平 但是我们在这里就是说 它严格递增 它从来没有水平过 一瞬间都没有 那以 我们会用斜率来说明 就是它的斜率不成为0 不成为负也不成为0 斜率横大于0 那你看我这里写 f' of x 横大于0 撇一撇的话呢 就是取导函数 或者是微分 那这样是取这个切线斜率的意思 所以它这个图形上的每一点 你如果放大放大放大 把它看成是在这一点上面 其实有一条线的话 那你把那条线延伸 你就可以说这是它的切线 它的切线 斜率一直都是正的 OK 然后最重要的特色 那要注意到你在画的时候 一定要过01 然后1对上去会是A 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斜率是大过1的嘛 所以你1对上去的这个位置会比1高 A会比1高 OK 然后图形是凹向上的 所谓凹向上就是凹口向上 那如果是这样就是凹口向下 我们叫凹向下 凹口向上的图形 斜率的斜率横正 那什么叫做斜率的斜率横正呢 那以为我们学过 国中学过那个运动学 就是说这个如果这是XT图的话 XT图涨这样子的时候怎么样呢 它位置一直在增加 所以它的速度是向前的 而且越来越陡嘛 所以速度是不断加快的 那速度是位移的斜率 然后速度还在加快 也就是斜率还在增加 所以斜率的斜率 就加速度是正的 所以我们就说它是向前加速嘛 对不对 斜率的斜率就是二次为分 二次为分是正的话 就会形成这个凹口向上的图形 除了向前加速是凹口向上的 这个向下减速也是凹口向上的 对不对 好像是凹向上的就是另外一部分嘛 那这个另外一个 我们也可以用来描述凹口向上的这个数学写法 是这件事情 那在这里说明一下 如果你是一条斜直线的话 你会遵守一个特色 什么特色呢 就说我用A带进去 求到你的函数值是F of A 我用B带进去 求到你的函数值是F of B 好 那我用AB中间这一点 2分之A加B 带进去 求到你的函数值的时候的 这个位置 就是所谓的F of 2分之A加B 你会发现它刚好会是 这两个的终点 所以F of 2分之A加B会刚好是 2分之F of A 加F of B 这样子的话 这里如果等号的话 就代表你是一条斜直线 如果这里是等号的话 就代表你是一条斜直线 那它反映的就是说 我这是一个T形 有没有 T形从一边终点 做这个平行线过来 这样这个也是终点嘛 再做过来 那这样这个也是终点 对不对 那在这个我们学运动学 你就讲说这个 不是那个小球的轨迹的问题 或者是打点计时器 的一台小车车的那个问题 它不是常常会有这种题目 就是说 这是第二点 这是第三点 这是第四点 然后跟你说这里 比如说5公分 这里7公分 那问你 问你 A B C 这三点 问你B这一点 的顺时速度是多少 那你说 顺时速度 这一瞬间的速度要怎么求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呢 老师们就跟你说 其实B这一点的顺时速度 你可以用A到C这一段的平均速度去求 那为什么呢 因为等加速度运动的VT图就是一条斜直线吧 那斜直线的话中间时间点的速度就顺时速度嘛 所以在因为他这三点中间间隔的时间是一样的嘛 所以B就是A和C这段期间中间的时间点 的顺时速度 他就会是整段时期的平均速度 因为T型中线是什么 T型面积除以高 T型中线如果乘上高就会是面积 对不对 因为他是上底加下底除二嘛 如果再乘高就会是面积 那说这么多 如果你觉得 等一下 你刚刚讲的我好像有印象 可是我一时之间没有想清楚 我不确定你在讲什么 按暂停回去总看 因为我们 我不用再重讲一次 但是你可以按暂停回去重新再看一次 确定我哪一句讲的是什么 我讲的T型面积 你有一点印象 赶快想一下 赶快拿笔画一下 我讲的这个滑车运动 你有印象赶快想一下 这样子 好的 那么呢 所以这是一条斜直线的特色 如果我今天图形是凹向上的 你会发现怎么样 我现在A点对过去F of A还是这一点 B点对过去F of B还是这一点 可是因为我的图形是凹向上的 所以我中间时间点A加B对过去的这一点 有没有 他是不是比原本的还要更低 所以说凹向上 所以说凹向上 就会有怎么样特色 就会有F of A加B 所求到的值会小于 F of A加FB 可以吗 这样子就是图形凹口向上 那当然没有错 如果反过来的话 他就可以用来描述图形 凹口向下的话 那这个对过来的就会 偏高 所以我的图形 指数函数图形会凹口向上 所以会这样子 这样 这个 学测曾经拿来出过 他不是课本里一定会提到的知识 可是 就是说 你 学测曾经出过一些应用型的问题 然后复图给你 你如果掌握到这一点的话 你会很快的找到答案 但是就是说他本来就是这个 指数函数图形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凹口向上 好的 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 A大于1的时候 他会是这样子的图形 那如果A小于1呢 那我在这里可以很快的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如果是A小于1的图形 就会画成这样子 就说他会 改成是递减的 严格递减的 但是还是凹口向上的 还是凹口向上的 那在所有的指数函数图形里面 我们最常拿来做例子 出题目的就是这个2的X次 所以对于2的X次这件事情 我们也可以来认识一下 那 认识他2的X次有什么特色 我们也会顺便解释一下 如果你底数不是2 会不会有这些特色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2的X次最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他跟Y等于X没有交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画 Y等于2的X次图形 我们在心里面 画一条 X等于Y的线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那一条这个 Y等于2的X次图形 他是不会碰到 X等于Y的 可以吗 我们刚讲他过01 因为2的0次是1 那2的1次 是2 2的1次是2 然后2的2次是4就会跑到很上面去了嘛 对不对 你就会发现说他其实会 后来就越来越远离这个Y等于X了 越来越远离他了 所以 他不会碰到这个 X等于Y这条线 这是他一个很大的特色 那除了知道图形有这个特色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要 在这一 小节里面 让大家习惯 我们去描述这个图形焦点 的事情 我们有三种不同的描述方式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讲说这个Y等于2的 X次跟Y等于X 没有焦点 这件事情 那没有焦点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你在平面坐标 这个无限多组的XY里面 找不到任何一组 XY是 能够同时让他成立 也能够同时让他成立的嘛 因为图形上的点 就代表那一点的XY 带进去这个式子会成立嘛 所以说 XY 所有的XY里面 不存在 既让这个成立 又让这个成立的 那所以我今天如果把 Y等于2的X次和Y等于X连立 是不会有解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用 带入消去 说这个2的X次等于X5解 那这里是指无解嘛 假如我们今天看到 某一个题目 他里面跟你说到这个F X 说他等于G G 然后说这个有30根 有三个答案 他代表什么意思呢 那你就要了解到 他可能 不是真的要你去用算的去解他 他可能是希望你去 想象 那是不是就代表 Y等于F 和Y等于G 解出来会有三组解 因为你这里有三个不同的X 可以让他等号成立 在这里就会有三组XY 让这个连立方程式成立嘛 那是不是也就代表说 这个图形和这个图形 如果画出来会有三个焦点 所以这三种描述方式是 在讲同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在这一小节要让大家学会 要习惯的 我们来看第2个例子 说Y等于X加1 跟这个 A的2的X次会交两点 我们用刚才的这个图来看 说这一条不会碰到他 但是如果是 平移上来一单位 的这一条 就会跟他交两点 可以吗 就会跟他交两点 那这两点 其实应该分别就是这个01 跟12 所以我刚才 这个比例子画得不太好 对我的图没有画很准 但是 该有的形象 是有的 该有的形象是有的 来 所以 一样的意思喔 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说 这个图形跟这个图形 加两点 就可以说怎么样 他们连立会有两组 两组答案 然后就可以说 所以怎么样 这个2的 2的X次 是等于X加1 会有两个 10根 那一项你就会得到这个有 20根 所以乍看之下好像这个是一条什么 2的 一元二次方程式吗 好像不是一元二次啊 因为它是指数的嘛 对不对 那所以这怎么办 要怎么解 不是用解的 它是希望你去想象 说这个 它可能问你说这个会有 几组十根 几组答案 它不是要你真的去解它 它是要你去想象 这个变这样 变我们刚刚讲说连立 Y等于2的X次 Y等于X加1 然后再变成怎么样 这两个图形 用画的发现 其实 交两点 就知道说 这有两十根 这样子 再来看这个图形跟 X加Y等于0 交一点 那这很简单 因为X加Y等于0是 -45度过远点的这一条 就交这一点 可以吗 然后来看它第四个特色是很特别的 它跟Y等于X平方会交三点 会交三点 那因为这个用手画会蛮不好画的 我等一下可以画一次给大家看 但是我用手画应该画的 也不是很准 假如说这个是Y等于X平方 注意 这个是外面的这一个的 他们是一国的 不是里面这一条的 然后这个是Y等于2的X次 其实我这个图也 没有说非常准 但是 比我直接手画好 就是他们会交 这里交两根 这里交一根 可以吗 手画还是给大家看 失败就算了 因为他的那个根贴得很紧 贴得很紧 那我会建议先画这个U 然后你这个U画好之后呢 从这里进来 要先出去再 进来 可是你要把持住你的这个不能够弯 进来 我们的那个指数码数图形不会往内弯 可以吗 所以你刚才的这个U就不要真的收到垂直 你还是让他有一点点开口 就还是有一点往外拓 你这样子在弯进来的时候就会比较好花 可以吗 但是我要强调 这样都不是很准的图形 但是就是说 有呈现该有的特色啦 这样 所以会有两正跟一副 会有两个正交点一个副交点 所以 如果把他跟他 变成这个等于这个的话 会有两正跟一副根 可以吗 好的 刚才的解释在这里都有 就是他 这个是我们的指数函数图形 他不会跟 跟x等于y碰到但是他会跟x等于y加1碰到两点 然后跟x加y x加y等于0碰到一点 这样子